我这台电脑最近得了一个爱蓝屏的毛病 随机蓝屏 找不到原因 但是现在基本上被我解决了 和各位分享一下经历 这是一个随手拍的视频 这台电脑是去年2022年8月夏天 正热的时候组装的 CPU是Intel的12700 主板是微星的B660M 迫击炮WiFi的DDR4 内存是海盗船的3200 两条16G 显卡是RTX2060 6G 二手的 用了将近半年 几乎没有蓝屏过 但是前一阵子频繁蓝屏 而且不能截图的那种蓝屏 其实我的应用并不多 比如我刚做好了一个视频 在头条上传一下 在B站上传一下 百家号传一下 快手传一下 视频号传一下 一般传的时候 我会做一个封面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有一次 我告诉你们在哪蓝屏 咱们看看会不会翻车 蓝屏会不会复线 比如我在这些网站的标题 封面图 包括摘要都写好了之后 我再添加一个新媒体 上传 就在这时候就会崩一下蓝屏 还好没蓝屏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在 简映里面 其实我的简映层数不多 可能字幕有点多 在这个时候也会突发蓝屏 很奇怪 我已经用过很多很多年的电脑了 像什么病毒 软件设置什么的 几乎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次我主要怀疑的是内存 因为这个内存我开启了 XMP 这个XMP相当于超频了 我在网上给搜了一下 有很多人说 开启XMP会导致电脑不稳定 容易蓝屏 而且还有人说 这个海盗船的内存和微星的主板 会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另外这个问题 我还到微星官方客服问了一下 他说是的 哇靠 那这个问题 我在买的时候怎么不知道 内存价格都一样 早知道我就买金士顿了 但是买了就买了 虽然不贵 也就600块钱嘛 换也可以换 但是不想折腾 但是我想内存主板 现在都这么成熟了 应该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了吧 我抱着这个幻想 就排除了这个问题 我后来把XMP关掉了 试了一下 确实是稳定了很多 后来又用内存测试软件 测了一下 有的软件测试报错 有的软件测试OK 所以说测试软件也不能全信 最后说说我是怎么解决的 即我的怀疑 有三四天了 一直没有蓝屏 先说这块主板 这块主板有两个机箱风扇的插针 有两个CPU的风扇的插针 这个后面的机箱风扇 我就插到了主板的机箱风扇插针上 这个前面还有两个风扇 我就插到了主板另外一个机箱风扇的插针上 CPU散热器 我插到了主板CPU的风扇插针上 那还剩一个 那个叫什么PUPM吧 就是这个位置的插针 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风扇接口是给水冷用的 我之前给它闲置了 经过我看说明书 我发现 主板上提供的两个机箱风扇的插针 不支持PWM调速 只支持DC电压调速 但是我这个机箱风扇是利民的 好像叫12C吧 这是支持PWM调速的 正常是1500转 PWM调速能到600转 很安静 但是我接到了这个主板的风扇接口上 它只能用DC调速 如果不用DC调速 默认是1000转 声音是挺大的 为什么说风扇 是因为我装好了这台电脑之后 一直用的默认值 也就是机箱风扇一直是1000转 这声音是挺大的 特别是安静的时候 可能是前一阵子吧 我忘了什么时候了 我用这个DC调速 我给它调了一下 DC调速是调电压 调的不是很稳 或者说不是很精确 需要手动去拖动曲线 大概调到600到800的时候 应该是800以下声音就小了 800以上声音还是挺大的 800转 然后我调到了800到600之间 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这个风扇经常不转 轻轻的转两下 没有现在转的欢 轻轻的转两下 然后一会就停 又转两下 一会又停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很安静 我想机箱风扇应该不用转的太快吧 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问题我感觉就出现在这了 因为内存的XMP是超频 温度很高 另外我在电脑上操作的时候 出现蓝屏 也是因为我的一些 稍微那么瞬间的高负载 出现的问题 我怀疑可能和散热有关 我就往这方面想了 怀疑到这个风扇 它不转的问题 其实这个风扇 对于整个机箱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我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主板说明书上说 CPU和水冷的这两个风扇插针 是支持PWM调速的 于是我就把这个风扇 给它接到了这个位置 它就支持PWM调速了 默认是1500转 刚开机的时候声音特别大 但是到主板BIOS里面 给它设置成PWM 它立刻降到了600转 特别稳 特别舒服 这就是它应该有的速度 应该有的噪音 现在我不知道是多少段 好像是600转 另外我还发现 这个后面机箱风扇 它给的这个线是挺长的 你看从左边一直到右侧 还有点富裕 但是主板的默认机箱插针 是在响卡的这个位置的下面 是距离很近的 因为线比较长 我会把它绕在这个机箱风扇的周围 然后再插在主板的机箱风扇插针上 那时候我就想 为什么给机箱风扇设置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线呢 现在我明白了 原来是可以接水冷接口的 现在用了几天 还没有出现过蓝屏 电脑速度还是挺快的 另外我还尝试了一下 开启XMP和关闭XMP 对电脑的速度影响 是有影响的 如果不开启XMP 它默认的内存速度是2166 还是33 我不记得了 它延时是80多纳秒 还是90多纳秒 和开启3200 虽然3200算不上特别快的频率 但是使用上 手感上是有区别的 你用惯了3200 再回到2133或者2166 是不太舒服的 虽然这机器主要是生产力 不怎么打游戏 但是这个延时还是 跟不跟手还是挺重要的 那我说了这么半天 你们大概明白了吧 就是散热的问题 机箱散热的问题 导致的系统不稳定 顺时负载比较高的时候 可能产生的热量比较大 它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这是我的猜测 如果你买的是海盗船内存 或者是卫星主板 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有研究到 现在研究到了 研究到了也晚了 如果它真是再有问题 我会把它换掉 换两条金石盾 两条16G 现在是600块钱吧 其实是挺头疼的 在拆这个内存的时候 但是真正一拆 我发现没有那么头疼 因为首先要拆显卡 因为显卡下面有 机箱风扇的插针 把显卡拔了就可以了 显卡别忘了有一个锁 AGP的锁 然后呢 内存是在 CPU风扇的下面 但是因为 刚才接个电话 说到哪了 说到这个 怎么拆的事了 本来以为 我觉得拆这东西 特别麻烦 还要拆CPU散热器 可能还要涂硅脂 还要拆显卡 显卡刚才说了 有一个AGP的锁 这个内存是在 这个CPU风扇的下面 我发现这些大厂的东西 就是好 哪怕是利民这种 有品牌的 还有这个海盗船 你看海盗船 那个内存和 散热器风扇 它有一点距离 它不会遮挡 另外 这个 静电 这个风扇 我只需要拆 这一个风扇 就可以了 不用把整个散热器拿下来 拆掉这一个风扇之后 它有两个卡子 它下边正好看见 两根内存 然后看得清清楚楚 四根内存 换都没问题 它把这个卡套 正好给流出了 给让出来了 这也是很人性化的 不用拆整个散热器 要拆整个散热器 那就太麻烦了 另外说到这个大厂 微型不会是大厂 我不知道其他品牌有没有 它在这个主板上 有一个明确的标志 它上面会写着 哪两条是双通道 另外它会建议你 先插哪两条 那就是二和四 这都是很人性化的地方 用了这几天是没问题了 而且电脑运行速度还挺快的 我感觉不是软件的问题 软件那就是简映和谷歌论览器 如果是他俩的问题 他俩早就该升级了 如果是Win11的问题 Win11也早该升级了 看来那就是我这个个案的问题 这个个案如果只要是微型主板搭配海盗船内存 一定有问题 那他们早就该改了 那如果一旦开XMP就会不稳定 那主板和内存厂商 那也早该改了 基于上面的推论 我的判断那就是散热问题 现在这个小风扇转得劲劲的 说了半天有十分钟了 我们看一下上传 已经上传完毕 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疯狂的用一下 到时候如果发现问题 再做视频分享入 如果没发现问题就不说了 内存你们看看 占了13个G 响卡不怎么占 从此我发现 这个整个机箱的散热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是个随手拍 有什么说什么 分享我的经验 可能有点长 给有需要的同学吧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